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凌晨五点 吉林省府松县松江河镇的徐怀友就已经出门 匆匆忙忙赶忙当地的人力市场 每到人参收获季节 技术好的工人就格外抢手 紧赶慢赶还是来晚了一步 眼前这些工人显然是别人挑剩下的 这让徐怀友有些沮丧 这个人的到来让徐怀友眼前一亮 他是徐怀友公司的管理人员 主要负责人身栽培种植工作 他告诉徐怀友 自己早就约好了经常合作的工人 专门来接他们 一起去申地 重新上车后 徐怀友的情绪立刻轻松了许多 剩下这些 这就是平时干活不是很可心的 脱肩耍滑或者是干活不打眼神也是干得不好的 徐怀友的深地位于长白山脚下的丛林里 距离县城约50千里 由于山路崎区 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赶到这里 福松县从明代开始栽培人参 至今已经有四百多年历史 当地有许多像王道发一样 世代种植人参的深户 由于野山参资源日益减少 导致药用资源紧缺 民间就开始出现用人工栽培的人参 代替野山参的变通方式 人工栽培的人参在当地被称为原参 原参与野山参一样 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也极为苛刻 野山参主要生长在真阔野混焦的森林中 而原参生长同样需要肥沃的森林腐植土 气候寒冷湿润 避免阳光直射等这些必要的条件 而能够满足人参这些生长需求的 就只有长白山原始森林了 生农每开垦一块生地 就要砍发掉林中的大树 然后将树根杂草清理干净 在腐植土上剥洒种子栽培人参 由于一块地种过人参后 至少要恢复三十年以上 才能再次栽种人参 生农只能不断砍伐树林 以获得更多土地 这种毁林众参的方式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得以改变 1972年 18岁的王道发开始从事人参栽培工作 此时国家开始要求 在栽种生苗的同时 在田边种上树苗 等到六年人参收获后 小树苗也同时长成大树 我们七十年代的时候 就开始搞这个叫神户花林 以前我们这个神户花林 七十年代应该说七十年代中期 我们栽培的时候 现在已经都能成才了 尽管栽种过原生的森林面积 得到了恢复 但由于数百年来的过度采发 野山参资源却日渐稀少 于是野山参的替代品 林下参应运而生 赵丽林是第一个种植林下身的辅松人 与种植原生相比 种植林下身似乎更省力 只要在森林中撒上种子 既不用施肥也不用打药 只要耐心等待二十年 就可以收获 赵丽林的这片山林已经播种了三十多年 每年它只挖出一小部分出售 林下身年头越久越值钱 超过三十年的林下身 药用价值与野山参完全一样 自然也就价值不菲 林下身年线长 完了你效益高 它的价格和原生没法比 基本都是 就今年的价格来讲 也得差将近一百倍 与世代种植人生的农户比 徐怀友算得上是一个新手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 专门学习农药化学的徐怀友 由于市场冲击丢掉了铁饭碗 只好自己成立公司 继续干老本行 专门经营人参用的农药 此时许多国营生产也相继解散 人参种植完全由农民自主经营 人参虽然生命力顽强 但也极容易染病 过去的国营生产 由于有技术人员把关 病虫害能够及时解决 对于那些只有众生经验的农民来说 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大农药的使用量 减少病虫害造成的损失 农药的大剂量使用 虽然减轻了病虫害的发生 但另一个弊端开始显见 原生农药残留严重超标 导致人参出口量和价格急剧下降 80年代末 90年代初 人参的价格大幅度的下跨 就是当时的价格赶不上大罗位之前 虽说种植原生比野山生年头短 但六年的时间里 除了购买土地 种资 农药的资金成本 还要承担 打庄 打遮阳棚 浇水施肥 等繁重的体力劳动 人参遮阳棚的高度 限制了工具的使用 无论松土 摘叶 还是施肥 除草 都要跪下或趴着用双手操作 用森农的话说 人参是跪着种出来的 一直与森农打交道的徐怀友 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经过几年的田间调查 徐怀友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要动员森农 不打药 或少打药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人参价格节节攀升 价格大战即将上演 一场阴晴不定的秋雨 是否能够给这场交易 带来转机 走进科学正在播出 人参传奇 经过几年的调查 徐怀友逐渐掌握了人生生病的原因 但要想解决这个难题 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农药的使用量 改用没有毒副作用的低残留农药 完全没有种植人生经验的徐怀友 买了一块试验田 开始使用不同的配方 给人生治病 然而当实验成功的徐怀友 拿着自己研制出来的配方 去说服农民使用时 大家却对这个卖农药感不屑一顾 得不到生农信任的徐怀友 索性投资买了一块生地 开始用自己的方法种植人生 并经常让生农看自己的成果 没过多久 这种通过调整土壤环境 增加生苗免疫力 使人生不得病或少得病的种生法 让生农尝到了甜头 要是按照去年提高50% 我们全岛省力发现 这个大陆的地产 可以加入食品 生农的信任增加了徐怀友的信心 他邀请当地众生能手 马友德加入 专门成立了一支50多人的科研队伍 成了名符其实的人生大夫 附近生农也开始与他建立合作关系 将施肥打药的事情 完全交给了徐怀友的团队管理 缺水了 这样的货出货率还行 水分小 眼前的这块生地 是徐怀友准备进行的下一个实验 几百年来 一块精心挑选的生地 种植一查人生后 就得改种玉米或大豆 等30年后才能栽种人参 徐怀友通过实验 已经掌握了 在一块身地 种二查人参的技术 今年 他打算收获后 继续用这块地栽种人参 尽管已经实验成功 徐怀友却不敢有丝毫懈怠 看到工人们没有按照规范操作 平时话很少的他 终于忍不住了 现在徐怀友的技术正处在 推广阶段 他希望在自己的试验田里 形成技术规范后 能够在生龙中推广 让大家按照规范操作 眼下 合伙人老马关心的是销售问题 他几次追着徐怀友 想商量人参价格 却总被徐怀友绕到技术问题上 徐怀友人身质量好的口碑 已经家喻户销 老马并不担心卖不出去 他打算接拿品相差的摸摸底 再给质量好的定价格 一向对销售不关心的徐怀友 这一次 却有不同看法 尽管意见不统一 徐怀友对销售也只是说说而已 他关心的 依然是技术问题 长白山的天气 说变就变 刚刚还晴朗的天空 顷刻间乌云密布 老马让工人们加快了收割的速度 从地里挖出来的人生 一旦被雨水浸泡 极容易开裂 价格就会大大折扣 无论怎么着急 收获人参也是件急不得的事情 人参采发全靠手工劳作 机械工具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雨终于下起来了 老马只好让工人用拆下来的遮阳棚 将已经挖出来的人参盖住 等雨过天晴后 再分等级装进袋子 一个慕名来到深地的客商 绕过介绍情况的老马 独自在深地查看 凭借多年人参加工的经验 他只要看看土壤 经验 就能够判断出 这块地人参的质量 对人参质量心中有数后 他来到老马身边 看老马与另外一个客户 谈价格 这样能够价啊 就这种情况少110我不买 对人家贵的 100不买 这两百开吧 百不开 这百不开 这样的顶着买90 他一平均 就这样呢也得95 我跟妳讲 这样的95也就 平均价一百年五得了 就是我说的价 少了一分我不再买 徐怀有站在人群中 静静地看着老马讨价还价 对于销售 他既不关心也不太懂行 他更关注的是客户 对人身质量的评价 人身价格水涨船高 雨骚偷窃 让老赵备受煎熬 凶猛的脏骚 能否让偷窃者停下脚步 徒弟价格高涨 是否打击了深浓的热情 您正在收看的是人身传奇 在福松县万梁镇 有一个全国最大的人身交易市场 每天下午 深浓要将白天挖出来的人身 连夜送到这里交易 人身一旦从土里挖出来 要立刻进行加工 多存放一天 就要面临破灭 泡浆 损失营养价值的危险 因此 当李深浓一早挖深 放晚运到市场 晚上进行交易 万梁人身市场 因此被称为鬼市 雨越下越大 徐怀有的身地里 老马还在和客户 讨价还价 你二人的昨天买多少钱 二人的 一百零八 这是历史来说 人身最高的 最高的年代了 谁到生死于死不知道 有人讲了是买涨不买落 而我们是干产品的 我们在买几钱 越干越高 老百姓卖货的时候 老百姓接受不了 客户能上门收购 是深农最高兴的事情 既免去了装写运输的麻烦 又省掉了在市场等候的煎熬 大多数人都会对上门的客户 在价格上适当照顾一些 但老马却仗着自己的人身质量好 在价格上 分毫不让 这场经历两个多小时的价格战 最终以老马胜利而告终 两个客户将今天收获的人身 全部满价 老马今晚可以睡个安稳觉 不用去万粮市场交易了 距离徐华有深地 五十千里的丛林里 专门同事林下参种植的赵炳林 正在查看 自己已经种了三十多年的林下参 今年雨水大 一些种在缓坡上的林下参 由于不能及时排水 开始生锈腐烂 这是老赵最不远看到的结果 今年雨水大 再一个这块有点平 这坡像不太好 有点平 与雨水浸泡 野兽践踏 这些自然在海相比 最让老赵防不胜防的是盗窃 一颗林下身 贫向好的上半远 差一些的也要几千元 老赵的这片山林 每年都要被盗费 光顾集会 近几年里还稍微少一点 就前三四年四五年 或者十年以前 就是每年都是放 分不是一榜 甚至说这一块地里 来过十几帮人 我水水水最大的话 估计情况也在上百万 太细了有点 好好看上 为了防范偷盗 老赵专门雇人 住在山上看上 但是五百多亩林地 一个人根本看不过来 老赵只好每隔几百米 养一条大狗 希望用狗的叫声 把盗贼吓跑 你怎么呢 把妹妹的爱的 往这边咬前咬了 把人参叶子掐掉 是老赵为防范偷盗 想出的另外一招 每年入冬前 把人参露出地面的金叶掐掉 即便盗贼上了山 也分辨不出 哪里有人参 丢失人参的几率 自然就会减小 石怀有的一块深地里 工人们正在挖深苗 这块深地并不理想 近七十度的陡坡 根本存不住水 即便深子能够发芽 也会由于干旱缺水 导致减产 为保护森林自缘 征服严格深地审批制度 即便拿到这样的地 也不容易 石怀有将这块地 作为培育深苗的基地 这些已经栽种了三年的深苗 挖出来后 要立即到另外一块深地移栽 当初为了保证成活率 深农在多种时 会多撒一些种子 等到三年 深苗长大以后 由于间隔太密 而影响发育 深农只能将深苗挖出来 找另外一块深地 再种三年 直到人生成熟 由于一块深地 种过人参后 需要涵养三十年 才能再次栽种人参 徐怀有才下决心 攻克利用一块深地 二查种植人参的难题 挖出来的深苗 中午被送到了深地 徐怀有正在知道 工人们遗栽 几天前的一场大雨 让深地变得泥泞不堪 与附近深农 平整的深地相比 徐怀有的这块地 似乎有些先天不足 不过 他已经找到了 解决办法 这种黑色的粉末 是徐怀有委托一个工厂 专门生产的人参根部护理剂 使用这种军肥 人参根部强壮 不容易得病 现在已经有许多深农 一葫芦画瓢 按照徐怀有的技术 科学 种植人参根部护理剂 生子的寂静 赵炳林又带着工人 在山上撒生子 密林深处 老赵去年撒下的生子 已经长出了幼苗 尽管在漫长的生长过程中 还要经受数不清的考验 但他们依然是老赵心中 不灭的梦想 六十二个科学实验与魔术 七百九十四个手势对象 中国人群中的认知心理 与社会心理实验 大脑轨迹 七十四个手势对象